虎头峰被抓到装在宝特坪内 还不断展示挣扎 但仔细看后方的背景 是一整片湛蓝海水 还有钓客架着鱼竿在钓鱼 这只虎头峰怎么会跑到大海上 钓客遭到虎头峰遮伤 被红肿一大块 但这群钓客出海大约10海里的距离 让受伤的民众纳闷 虎头峰难道真能飞这么远吗 过去也有不少虎头峰伤人案例 但大多集中在山区 少数发生在平地郊区 海上出现虎头峰的状况实在少见 原来夏末秋初之际 正是他们竹槽活跃的时候 尤其今年台风减少 更助长了虎头峰的繁殖 他闻到这个肉食或者有点腐败的 这个动物的尸体的时候 虎头峰是会去取食的 尤其是钓鱼的船 可能有一些鱼的鱼饵 或者是鱼的尸体 然后船出海 所以就跟着去出海去了 专家揭秘虎头峰最多只能飞一两公里 10海里大约是10倍的距离 恐怕不太可能达到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躲在船舱 跟到了外海 这位钓客出海遭到遮伤 虽然伤势没有大碍 却意外引发话题